1 2 3 拉拉 水分散事 還有感染的風險 是早場兒及新生兒及重症家庭的一大福音 新的重症加護型保溫箱 它其實是組合以前 照顧這個新生兒的不同的設備 以前需要就是烤溫的處理台 那還有一個就是保溫箱 這兩個設備 其實它把它合為一 其實有點像是 這個新的5T就像變形金剛一樣 它又可以生開來 還有加熱的功能 然後還有一個開放的空間 我們要去做治療處理 插管 打針的部分 都可以減少它室溫 或一次搬動的一個風險存在 根據統計 台灣每年大約有18萬位的新生兒 其中極低體重的新生兒約佔了1% 也就是說每一年大約有1700多位的小生命 才出生就必須住進保溫箱 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會有鑑於此 今年分別在年初還有年底 各捐贈的一台重症加護型保溫箱 給台大新竹分院 跟院方一起守護 早產兒健康長大 出生的時候體重低於1500公克的 極低體重新生兒 他們非常需要這些高階型的保溫箱 也萌生了我們要來挹注這樣的一個 中症加護型的新生兒保溫箱的一個想法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挹注這個有需要的醫院 然後能夠來幫助非常脆弱的寶貝們 希望他們健康長大 然後讓他們接近醫療資源 基金會除了捐贈保溫箱 招牌人物麥當勞叔叔 今天也特別來到了兒童病房看病 為病童送上聖誕節禮物 也為病童帶來歡樂 陪伴他們歡度聖誕節 凱婆新竹萬事連蔡文綺採訪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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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